抱歉这个跟书记长报告 我们抱歉这个应该是综合座谈 不过刚刚我们在中间闲聊的时候呢 也谈到政府要委外 那委外的部分增加我们很多的这个 在执行面有很多的困扰 那我因为在考试部服务 那我也刚刚一开始跟各位报告说 各位刚刚看到那个太极马哈林 那个整个picture 那杨教授的报告也说 我们警官法立法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都下不来 那我也告诉你再十年下不来 那这些警官谁来帮我们负责 那我这边呢 有个警官室的立法制探讨 工资 我这边我大概报告两个大主要的块目 大主要的情形 第一个警官司 警官祭司 我警官司 他是不是我们宪法所说的专纪人员 是不是像建筑师土木祭司等等 那这个部分呢 我有些这个报告 那第一个呢 宪法八十六条规定是专门职业及技术人考试呢 要进考试院 就是我们考选部来依法考选 所以像土木祭司结构祭司等等 那什么是专纪呢 大法官在这些解释呢 都有所谓的专纪人的认定 那他的有哪些认定呢 对不起 这个按错了 对不起 好 好 那如果大法官或是法律呢 有规定说具有现代教育或训练之培养过程 获得特殊知识或技能 换句话说呢 要有现代教育或训练 所以呢 师徒制啊 师徒制的 没有正规教育的 未来要取得专纪证照是一个困难 各位注意 还前阵子在考选部发生一个叫夜寇 一个歌星 他考中医是特考 因为他本身的背景呢 他不是中医系毕业的 他是师徒制的 那我们有个要特考 那因此发生一个特考 那他不是属于现代教育的 所以现代教育通常是正规学校 那另外呢 所从事的业务与公共利有关系 人民生命健康有关系 另外的执行业务必须要自主的 自律 他有自律性 换句话 囤部技师结构技师律师 他有自律性 他有一个自律性的生产 还有专属不可替代性 换句话说 不可以挺来帮忙做的 他必须要亲自执行 并亲自负责的 另外需具有职业资格使得执行业务 你要有这个职业资格使得执行业务 没有这个职业资格就不可以 另外呢分争责任鉴定 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与困难性 换句话说 这个部分一发生责任之后呢 大家要责任归属呢 不是马上一看就知道是谁的责任归属 那这个东西呢 那都是我们的 那目前呢 我们目前的我们的技师 大概有这些土木工程 水利结构大地环境 都市计划等等 我们有三十二类个技师 那我们今天刚刚杨教授报告的景观技师 景观师现在最大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在这边大技师说 这个我们也有啦 环境工程我们这也有啦 都市计划我们也有啦 原意的我这也有啊 所以不需要你景观技师 也就是说呢 景观技师尽上我们早上要做景观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景观技师 换句话说 你说我要景观 可是呢 各位这些技师就开始反弹 你为什么 这现在讲白了就是业务嘛 就是大家业务是大饼 都给你切掉了 都给他们切掉了 所以美师只要上室内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 还有这个景观技师 景观技师要来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景观司法 景观法 或者说呢 是不是要有这个 室内设计师法 那基本上呢 这些都反对 包括技师 包括建筑师都反对 但是这个三十二类科技师呢 跟各位报告 什么时候定的 这是民国七十八年定 定到现在 你看看我们还有鱼捞啊 畜牧啊 林燕 野青工程啊 纺织 这个我们都有 但是这些技师 跟各位报告 考的报名人数 五六个人来报名 考的真照 有没有用 没有用 最近几年 比较有用是食品技师 因为食品的问题 因为食品技师发生的问题 那个卫生署规定说 各个一定的企业的食品工厂 一定要有强制雇用食品技师 所以这个执照才有用 因此呢 环境的没有 我们的那个 那个 那个我们现在警官没有 所以警官呢 一直很想要做 那怎么做呢 那与警官技师相关的职业 就是这些大地环境 都市计划原因 那这些每次警官师要提出来的 这些技师都会反对 因为他们已经是在现行的职业里面 已经有正义了 那是否是属于专门职业技术人员呢 那基本上呢 我们有要件 必须 我们基本上也有很多学校了 比如说 我们文化大学已经有30年的历史 它的警官已经有30年历史 那这些业务必须要有社会整理 发展还有排他性职业空间等等 这些都是审查标准 那我们来看呢 这些审查标准 那因此呢 请官师是否属于专居人员 是否属于专居人员 专门职业及技术管理法第二条呢 需由职业主管机关 那这个部分来讲 可能是公共工程委员会 拟据职业管理法草案 并检据需求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经考选部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总类 认定咨询委员会要件之后 才能够报警考试件的审议 不然职业管理法呢 部分呢 可考量制定专法 或者是从事 计师法是使法 计师分科 增定己官科 换句话说呢 我们要不要认警官司法 我建议呢 这个有困难 我们如果认定警官司法的话呢 就像我们有一个消防设备司法 我们也有消防设备 消防法 也有消防设备司法 那这个部分来讲呢 要建一个专法 这个困难度很高 那制定警官司法 那我警官司的考试规定 目前专级人多定有此种 属人的职业管理法律 如医师法 律师法 建筑师法 如果我们要建个警官司法 就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跟各个 跟各个现在技师的职业范围 会有冲突的 那个反弹 在立法院反弹是很大的 那怎么办 如果我们正要求警官 要有人设计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不可以想 另外一条路 技师法 现有的法已经规定了 中华民国公民 依考试法规定 取得考试技师及格者 并依本法令有技师证书 得冲用技师 那同法第四条规定说 技师的分科 由行政院会同考试院定制 换句话说 行政院会同考试院 这在78年5月8号呢 就定了 就发布这三十二类科技师 就刚刚跟各位看的 各位 这就是78年发布的 所以政府 应该是考虑呢 在现在 已经到了一百年 整个的课外 课的环境改变了 是不是呢 换句话说呢 我们应该 从比较简单的方式呢 只要修命令就好 考试院 和行政院 比如各个不同的委员会呢 像如果警官的话 就修订什么 技师分科 纳入警官科的途径 成为技师的一种 这是比较可行的 而且很快的 另外呢 各科的职业范围办理 警官师 既是如果纳入专级人员体系 上去就该专业的排他性 职业空间 是否与其他专业人员的 使职业范围产生重叠等 做充分讨论后呢 以保障该等 从专业人员工作权 以及专业的水准 换句话说 就像刚刚的 应该定一个什么 类似这个 如果我们这边将来 加了一个警官师的话 那他的职业范围呢 就应该大家讨论清楚 把纳进来 这是一个 未来的一个 比较好走的方向 如果我们达到我们的 技师的部分 那这个是 我的结论是说 警官师是否纳入专纪人员 一直是各界重视的议题 那针对警官技师提升 到国家考试 一些可行性呢 可依专纪法的第二条 以及这个委员会认定 但是呢 如果确处专纪的考试 就是犯说 考量立法经济及习程 有关职业管理法律之规范 建议可有 技师分科找所 不要去修母法 修细则 修那个技师分科细则 就好了 必厘清 其他的技师职业范围 必能够 尽其找立的警官制度 换句话说 让这样子呢 有警官技师 让政府在发包工程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有警官技师 有参与 先不要有签证 因为有签证的 就会增加业者的成本 那就回家到老百姓 这会有反弹的 但是先要他有强制 强制有参与 或强制雇用 等等 就像我们现在的食品技师 他是规定说 你开工厂 一定要有食品技师在 但是有没有要说要 产品要出来 要食品技师签证 没有这个规定 所以这个是一种 强制雇用也是一种方式 好 那接着呢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跟各位 跟各位介绍的 就是说 另外一个跟这个议题 没有关的 像刚刚 我刚刚我们 在讲说 现在我像政府 BOT也好 像跟我委外的时候 我们发觉呢 我们就是开这个 就是价格标 最低标嘛 那最低标 变成 那业者抢标 那请问 主持开标的 或者是开始审标的 都是我们公务人员 那我们现在 进来的公务员 我们现在发觉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哪里呢 我们传统的 比如说 我今天是大学毕业 我今天是某某大学的 土木系毕业 我可以到 比如英零区政府 我想到英零区政府 建管处工作 还有个结构工程的直系 那考几科呢 考基本上是考八科 考哪八科呢 35 6 7 8 这是专业科目 还有考哪几科呢 还有考这个 各位可以看 还要考那两科 所谓的普通科目 国文 还有法学知识英文 换句话说 一共考八科 也就是说 我刚刚是土木系毕业的 我是土木系毕业的 我不敢说结构技师 土木技师 土木直系 或建筑直系 或者说刚刚所说的 这个 比如说这个 结构直系 结构工程 在建管处就有结构工程的 土木工程直系的 可是跟各位报告呢 他毕业之后就可以考这八科 考上了之后呢 他进不到政府部门 可是呢 他是从家门 校门 直接到衙门 他没有事物经验 那他没有事物经验 你要去审那个委外的顾问公司的资料 他怎么去审 他根本没有经验 他会害怕 所以我们现在呢 考选部呢 已经开在左手呢 如果你是结构工程技师啊 我这只是一个比喻啊 如果你是结构工程技师的话 你要有两年工作经验 只要考两科就好 考哪两科呢 不要再考这些什么 国文英文法序啦 考哪两科呢 要看 我就去问这个 云林县政府的地政处 这个建管处 你们学生也要考哪两科 你告诉我 换句话说 我们用客制化的方式 用客制化的方式来考 也就是说呢 考哪两科 不要再考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的应考 也就是说呢 我们让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像比如云林县政府 他的建管处 他今年要报五个缺 他可以什么 他可以三名用职业大学毕业的 两名呢 又要有经验的 有证照的进来 有证照的进来之后呢 他就可以 因为他有工作经验 他有职场经验 所以人只参加政府的各种案子的时候呢 因为他本身的工作经验 他就可以有信心来审查 我们现在最大的部分就是 我们不管任何的BOD 任何的委外 我们都委外出去 建筑师 或者说 顾问公司选择不好 照说呢 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因此呢 我们是不是信用人才多元化 这个概念因此呢 我们各位还想到呢 包括都市计划机制 也可以用工资的 换句话说 我都市计划是有两年工作经验 然后我来考两科就可以进来 你现在当然你说 我们都市计划有技师的 可以不来考当公文 可以 可是考八科 没有来考 考不上了 因为什么 脑袋已经 已经变成实物面在走 所以呢 这个部分来讲 除了这个 我刚才讲 因为今天跟我们这个都市计划有关的 这些 那我相信呢 像文林院发生这些问题 我不太了解 在这里面承办的 市政府的承办人 他们有多少的人 有市场经验 那现在你也知道 特别是各位可以了解到 像这个结构机工程 大学毕业就直接在这边当结构工程 那结果他的同学如果来申请 他同学可能有证照 来申请这个什么 建筑许可 或者说 或者说这个 这个开工执照 或者说实用执照 要经过同学同意 这是无造神有造 容易造成民怨 所以我们希望呢 要有执照的 有工作经验的 有同理心的 进入到政府部门服务 让他也一样变成一个公务员 同样公务员 那这个状况呢 不但是产生计划 做事计划 其实包括各位呢 我们现在食品卫生检验 我们各个云林县 各个地方政府的卫生局 卫生所 这些很多食品检验的人 他本身他病 他就是大学就直接考上了 他没有工作经验 那我们现在说 你要有食品技师证照 有两年工作经验 考两科一个口试 为什么要口试 我一口试就知道你会不会 就对他的mentality 他过去在职场上 他的操守怎么样 会比较容易容易有一些 这个选得更适合的人 所以我想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公共工程 或是政府向人民 民间采购的时候 会发生这么多的问题 或是会发生一些问题 我觉得其中是人的问题 人的那个专业 我们去承办这个业务 这些人呢 他没有那个深圳的职场 那个经验 他不了解职场 在怎么在怎么run 因为他直接从大学毕业 就直接到了职场 所以呢 我们就提供这个 那各位你可以看 我们不但是这样 你看我们那个 包括结构工程 卫生技术也是啊 这个在卫生所的检验 钥匙啊 也是公职钥匙啊 都有 还有卫生公职 护理师也是都等等 也都是这样 包括我们律师也有 包括我们律师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律师啊 我讲这边就讲完了啊 我们又比如说 我现在当律师 各位知道 我们现在律师 从去年开始 从民国一百年开始 录取是九百一十五个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录取大概律师 大概二三十个 两三百个 现在九百一十五个 这么多律师去哪里 我们希望这个律师 有工作经验之后 如果他基本上 他对税务 财税 税捐数有兴趣 他可以怎么办呢 他可以去考两科 税务相关一个口试 就进入到什么 税捐数 他做什么 他不要到法规会 也不要到法治局 也不要到书院会 到哪里 第一线 因为他有什么 他有工作经验 然后呢 他又面对做第一线 从依法行政 从第一线开始 而不是到了最后 到了法规会 已经救不了了 那这个我们可以在 各个都有 但是各个不管是财税行政 卫生行政 金融行政都可以 那这些人进去不是当律师 他是做第一线 跟你我一样做第一线 只是他有律师证照 他的工作经验 他的法律的素养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呢 都是我们在这样做 刚刚苏宣长问我说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 我们基本上已经给各个地方政府 我像云林县政府也有行文过 就是说呢 我们鼓励你们赶快能够报缺 将来呢 我们现在最近在考试院呢 在这个月我最慢下个月 就会总共通过所有的办法 那到时候要报缺的话呢 你们可以从这方面来报缺 让我们的 因为都是人的问题嘛 人对了 什么都对了 以上的报告呢 谢谢苏宣长让我有个机会呢 来做这个 这个一些 算是约务 约会的报告 跟多少跟我们的工作也有关系 谢谢